最后美国宇航局把发现号航天飞机发射升空 航天飞机于星期五午夜前一分钟 从大西洋海岸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太空中心腾空而起 大约十分钟之后平安顺利的进入轨道 七名机组人员的飞行目标是国际空间站 宇航员将在那里度过13天 他们计划在星期天晚上和空间站怼接 在航天飞机发射时 国际空间站位于印度洋上空225英里的地方 正在从塔斯马尼亚西南方向飞过 航天飞机上的宇航员要为未来的太空试验室 运送8000公斤的新设备 其中包括一台冷冻机和其他的遗迹 他们还将把八只小鼠带到太空生活几个月 这是研究骨科疾病试验的一部分 美国宇航局说 在发射升空时这些设备运作良好 请不吝点赞 四公顺 这套太空的天翻身